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新州方面聚焦的是伊赫万集团丑闻 首相处部长拿督莫哈木纳因歇路 这个集团威胁成员 如果要离开组织 就禁止他们会见妻子 孩子和父母强行拆散家庭 南洋商报方面则谈到亚洲航空的业务 亚航联合创办人东尼费南德斯预告 如果亚航和亚航长城顺利合并 在重组整合后 营运上就会更加灵活弹性 提升成本效率 到时长城航线的机票价格就有望降价了 新海峡市报和美式新闻头条 是雪龙区昨天早上爆发的严重闪电水灾 持续几个小时的暴雨 导致雪龙多处被大水淹没 更导致龙市美拉华地花园附近山坡土崩 气象局预测 由于目前正处于季后风转变过渡期 加上风向从西方吹来 因此国内大多数周暑的上午时分 会有大雨加雷暴雨迹象 是的全国各地在东北季风来临之际 将面临的大雨和洪水风险 预计会把11月和12月的蔬菜价格推高两倍 那国业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就承诺会密切的监督菜价的浮动 如果价格突然暴涨就会按照合适的措施采取行动 内贸部长拿督阿米战就透露 部门会和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共同商讨年级菜价上场课题 鉴定是否和蔬菜供应有关 农粮部长拿督斯里墨沙部也强调 会确保年底接候风期间 各州的蔬菜供应充足 至于各地主要批发商和特定零售商 在水灾期间的统治品库存 阿米战说内报部允许商家的库存上限额外增加三层 确保所有的必需品和供应 不会在水灾期间中断或受影响 是的 在百物上涨和通货膨胀的这个年代 那百姓和商家的段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重 商业就趁着2025年财政局算案出炉之前 再次向政府喊话 希望不要再增加新税货 否则可能会打击经济复苏 削弱企业任性 还会加重家庭财户负担 中华总商会总会长吴一平作访时就强调 目前中小企业都面对经商成本上涨的挑战 出台新税货 肯定是会加重企业的负担 如果政府想要增加税收 重启消费税 无疑是最恰当的举措 中总卸任总会长丹斯里卢成全 则是认为 政府可以把中小型企业 15%优惠所得税率 应客税收入门槛 从目前的15万令吉提高到50万令吉 除了强烈反对新税货 无论是调高最低金资 还是削减燃表补贴 商家希望政府落实任何影响到企业成本的措施之前 先和工商界协商 并且封阶段的逐步落实 以免企业成本突然暴涨 导致中小企业无法附和 接着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 是的 今天早上全国的天气依旧非常恶劣 早上时段除了东海岸 像个州属和沙拉越之外 全马基乎所有地方预料都会有雷雨 北马基达局部地区以及沙巴也可能下阵雨 气象局预测过了午后 除了沙拉越的古近西联和沙马拉罕 燕阳高照之外 雷雨预报的范围扩大到全国 尤其是纳敏大部分地区会有雷暴雨 其他州属和之下区同样雷雨交加 而且大部分地区的雷雨预报一直持续到晚上 只有吉隆坡不从森美兰马六甲和州佛晚上停雨 霹雳 雪兰 沙巴山达 以及沙拉越部分地区的雨色会稍微减弱 全国气温方面预计最高是摄氏 下13度 最低25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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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